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百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到场 因为曼德拉就成为了一个 现在社会当中的非常清晰的人权的代表 我在曼德拉去世那天的节目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我今天的看法感觉就更特别 在我的印象当中 在我们三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 曼德拉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参考消息上 那时候没有网络 参考消息当时看到曼德拉的感觉 就是孤身奋战 与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的 一些人权斗士的概念差不多 他的孤军奋战 而且你给我的感触也听不到国际社会上 对他有多大的尊重 除了一些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人权团体 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他声援之外 再多的声音听不到 听不到 真的 跟我们现在有些朋友在推特上 在这个Facebook上也说 感觉的很孤立很无缘 我其实当时三十多年前 在听曼德拉的故事的时候 基本就是这个概念 而那个时候相对的中国社会 我跟大家讲过 那是文革之后的相对的比较宽松的环境 那个时候的环境比现在的环境宽松 比现在环境宽松 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看到曼德拉的故事呢 给我的感觉是很没希望 白人统治的社会 这个国家是属于白人的 他为什么要放弃权力呢 他是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国家的主人的身份呢 对吧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那今天呢 在我们再看到在今天的葬礼当中 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的政府首长到那里去 世界大媒体都把它当成头条新闻在报道 那与此同时 网上作为大陆的人评价更多的 当时的白人社会 南非的白人社会 远远比今天共产党要人道的多 在几次 白人的社会 在想把这个曼德拉置于死地 也就是说 透过法律形式去告他的时候 几次 法官是拒绝受理的 曼德拉在监狱里面 他可以举行正常的婚礼的 曼德拉在监狱里面 没有遭到任何的酷刑和虐待 就一个铁窗 比较著名的照片 就是曼德拉跟克林顿总统 克林顿在访问南非的时候 曼德拉曾经与克林顿来到了 曾经关押他的那个地方 那今天其实不用讲别人 你高之胜遭受什么样的迫害 对吧 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非常的清楚 有人说 中国有没有曼德拉式的人物 我个人的感触 当走过历史的今天一夜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到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可能有一个人 有一群人 他们的境界搞不好超越曼德拉 我只是说 今天共产党的邪恶 超越了当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那也是以法律的名义 今天也是以法律的名义 那也是以国家的名义 这连今天也是以国家的名义 对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对比的 所以与其这么多人去 纪念曼德拉 去觉得曼德拉 给人们以希望 人性上的希望 我个人倒觉得 今天活着的人 参加曼德拉葬礼的人 把曼德拉称为是自己朋友的人 在现实的活这一分钟 这一秒钟 这一块土地上 中国那个土地上 你的勇气呢 你做人的准则呢 你的道德的标准呢 拒绝邪恶 我相信对所有的人来讲 都能够接受 其实包括今天中共最上层握有权力的人 那提到这个呢 这两天挺消停 围绕周永康 没有什么太多的事 听不见声了突然 可是应该是昨天 海外比较知名的爆料网站 人家也做一些不同的分析了 提到中纪委9号呢 有一个说法 那个说法是蛮特别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帮行不上常委魔障 斩虎只带剑出窍 题目说的挺梗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一直坚持的说法 斩掉周永康不是问题了 周永康已经是死老虎了 真正的老虎就是属虎的江泽民 三中全会之后 据说中共各部委上代有关 解读中央文件精神的时候 中纪委已经自己动手 有所说法 在多次场合表态 批评一把手一手遮天 中纪委批评一把手一手遮天 这个说法是蛮特别的 文章接着说 绝不允许存在超越党纪国法之上 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特殊公民之后 这党纪国法说法就是错了 对吧 党纪在先国法在后 所以党的纪律高于法律 所以共产党不受法律制约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觉 为什么说 我说中共洗脑之后 人们丧失了一些思考的能力 而共产党在宣传当中 却非常严谨的执行 共产党的意志高于一切 文章接着讲 中纪委9号又明确指出 实施责任追究 应该终身追究 这话就说的比较深了 这就是见用所指了 这在被认为中共已经破除了 行不上常委的魔杖之后 打真正大老虎 万事已经具备了 指带剑出窍了 这只大老虎可能束手就勤了 也可能适合时机公布即可 所以他认为是中纪康 我认为不是 实施责任追究 应该终身追究 这个说法 是直接针对退了休的政治局常委 因为在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来讲 说这话没意义 这个时候 打人的时候 杀人的时候 说出话是有指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真正应该讲的 就应该是江泽民 那是属虎 他正好是属虎的 反正天下就这么凑巧的事 习近平非说打老虎 偏偏碰着他属虎 9号的解读文章称 实施责任追究 应该终身追究 无论领导干部工作岗位 或者职务有什么样的变动 该追究责任的都要追究 我个人认为了 其实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环境 最上层跟朝鲜最上层 应该是不相上下 那提到有关法治的问题呢 刚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 被辞退 法广报道 这么说的 华东政法大学的讲师张学忠 因证件不同 不被虚拼 9号 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负责人 代表学校约谈了张学忠 告诉张 由于他写了新常识一本书 这本书大概6万多字 并且发表了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 及危险等文章 在学校做出停课处理之后 仍然一直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因此他将不再被聘为该校老师 学校的最终决定将于近日做出 这件事情几乎世界各大媒体都等出来了 反应非常快 那张学忠呢 他根据这件事情 他自己也在这个微博上写了一封声明 结果呢 现在被微博就一直在删 微博在删 其他网友在网上推 那我在看到被删掉的微博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就是张学忠老师了 在这个照片下面呢 贴了这么一个声明 这是2012年9月8号的声明 鉴于我和中国共产党组织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及中国的政治前途等问题上 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继续留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中 将是我对国家的忠诚 这里是中共产党的国家了 与我对党组织的忠诚发生冲突了 为了寻求良心上的平和与安宁 我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 自即日起不再享受党员的权利 也不承担党员的义务 特此声明 张雪忠2012年9月8号 一年前退党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张雪忠12月9号 昨天写的一篇东西 他说 今天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 负责人约我谈话 告诉我写了等等等等 我一直不能认识错误 我当场表示 一所大学基于一名教师的思想和观点 而对其进行不公正的政治迫害 这不但将成为一起严重的公共事件 而且还可能成为一桩载入史册的丑闻 丑行 我希望学校领导 作为拥有法学教授和博导学术头衔的学者 能够秉承最起码的公正精神和专业良知 不要沦为专横权力的帮凶 更不要做出让华正蒙羞的事情 我刚才跟这期节目引述的时候 就提到这个曼德拉的事情 我说过曼德拉在孤军奋战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孤军奋战 今天超过一百个国家的首脑 去参加他的葬礼 赞扬他对人权的这种维护 赞扬他的平和与和解的精神 而在当年呢 这些人默不作声 这就是我说社会堕落之后 人的做人的基本的价值观 丧之之后的表现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类似当年曼德拉的事情 正在过程中 我个人的感触就是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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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